其實入了行 我對上一次出完碟之後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COVID的期間 所以很少時間可以真正出來見觀眾 我覺得今年真正大家可以出來的時候 才是我真正出碟的時間 其實過去的三年對我來說好像消失了 今年好像是真正我做新人的時候 但是其實今年我除了出碟之外 亦都在其他方面 譬如拍戲 拍劇 都多了嘗試 真的很久了 對上一支碟是2020年 那時候都是Hifi專輯Closer 其實中間三年我都有出自己的歌 有和舒文錄了兩首歌 但這次這支Hifi專輯 是跟我以往的專輯來比 多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譬如今次我們整個專輯都在日本東京做 包括錄音樂 人聲 接著我們拍了三個MV 亦都在當地 還有大家看到的CD風套的櫻花 都在那邊拍的 我們這次邀請了非常厲害的日本監製 兩位日本監製 木村靜和先生和安寶潤先生 他們本身是和頂尖的一些歌手去合作 真的很榮幸可以請到他們幫我 這次製作上我覺得是有史以來 對於我來說是很重量級的 我覺得我去到日本當地去做錄音的時候 我去到那個studio 所有的監製和所有樂手都在身邊的時候 我是覺得自己是一個no body 譬如一首歌就是想見你想見你想見你 其實本身一首歌是很pop的 然後我們改到很jazz的時候 亦都改了一些拍子上的東西 所以去到錄製的時候 我自己是唱回舊有的版本 那個感覺 然後監製一聽就馬上stop了我 他說不是這樣唱的 這個拍子不對 所以他跟我說完是怎樣之後 我就知道原來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覺得原來音樂是很大 就算他們不懂廣東話也好 我不懂日文也好 其實我們都可以溝通到 這次錄完之後 我自己都慢慢調整自己的心理 就是其實音樂還有很多東西我未學到 我回到香港其實都要繼續努力 在很多方面 我其實真的經常都很想讀音樂 因為這個對於我來說都是一個小小的遺憾 就是小時候到現在 就算自己很喜歡音樂也好 都未真正入過音樂學校去讀 所以我都很想如果抽到時間的話 可能幾個月都可以去進修一下 就是剛才你說的美國這些都是一些 就是音樂或者pop music是很流行的地方 我也很想進修一下令到自己可能 就是唱歌或者是對於音樂上面的 操縷會可以提升到 我29歲才簽公司 其實那一刻已經有想過 如果我放棄了這個護士行業之後 我全身投入這個歌唱事業 我不可以讓自己這麼快放棄 就是一定要去捱一段時間 給自己時間去建立這個事業 看看是否可以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到時候才算 我這個期限 我會在 我相信我會在 40歲 40歲之前 我會給這個時間自己 今次去完日本之後 令到我大開了眼界 所以 我會覺得音樂上很多東西要學 所以接下來會學多些東西 然後很希望 下一年 嘗試一下自己作曲 過去三年消失了的東西 今年可以build up 我希望 我和最近 Ginny加入了我們公司 因為之前一直都很欣賞她 由她之前在台灣踢館 去到玩好聲音的比賽 到現在 入了公司 我都覺得她的聲音很好聽 唱歌很穩陣 所以很希望 如果有機會 可以和她一起jam一下歌 或者和她做合唱歌 都會很開心 以前可能在家裡的時間多 可能休息時間長一點 但現在工作多了 所以我覺得 我會把我睡覺的時間縮得很短 我以前做護士的時候 我只是睡五個小時 其實我覺得 我的極限都可以 再 再盡一點 對 24小時都可以睡 24小時又不行 那人要養生一下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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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